议员除了爆料说 北市府公园处的朱卫景 长期的骚扰女性职员 也质疑说公园处的处长 可能有包庇加害者的嫌疑 除了竟然知情不报之外 竟然还升官了 对此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强调说 绝对不允许官官相护 不包庇任何人 而劳动局也已经发文给公园处了 表示会调查清楚 不过议员也再度的炮轰 说表示朱卫景 只被记了两次的申戒 认为市府根本就是放任局处 来包庇加害者 要求蒋万安必须要严格的彻查 并且跟加害者 受害者来道歉 新造事件烧进北市府 原本不受访的蒋万安 临时新增访问 绝对不允许官官相护 也绝对不会包庇任何人 人事处主动积极的介入了解 而且一定要查明真相 不往不重 另外也要求劳动局 发文给公园处去了解 当时整个处理的过程 虽然强调物往物纵 但是议员之一 北市府的每一个动作都在纵容加害人 根据议员爆料 这名公园处的朱卫景 早在107年 刀刃半年的时候就发生性骚 111年11月受害女性首度向公园处申诉 虽然搬到新的办公室 但是加害人和被害人仍然没有分开工作场域 12月进行第二次申诉 却遭揭露姓名 加害者还把受害女性关到了办公室里面 直到受害女子向警局报案 助外警才被调离 不过只去她出打卡 还是可以回到远处休息工作 112年公园处召开深速调查委员会 最终判定言辞性骚扰成立 但是行为性骚扰并不成立 而公园处长在事发期间 竟然还被升职 对 蒋市长 你们真的没有离开 连性骚惯犯 在你们的包庇下 这几年也都没有离开 两支申戒是你的强势查办吗 简直是恶心跟毫无同理心 隔天就开始启动 这个性骚的调查小组 对于事发时间 市府的解释 竟然是公园处长 在2021年柯文哲任内 就升任了处长一职 性骚被害人连出面都害怕 议员质疑这样的性贫机制 该怎么好好接触受害女性 华尔新闻 陈亚林世界晚报 给您崭新视野 给您崭新视野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